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白卡跟这个Estate Recovery 就是这个遗产收复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大家都清楚这个白卡是联邦政府跟各个州一起搞的这个福利的医疗计划 全为那个低收入的人士来提供这个医疗的一个很好的计划 基本上在65岁之前它是不看你的资产 只看你的收入来发放给你的 不过大家要小心了 如果你是有这个资产的话 它有一个叫做Estate Recovery的这个要求 它就是简单的来说 如果你在55岁之后还是享受这个福利的话 它就是有这个权像你的移产 你的Estate来要这个你所在55岁之后发费的这个钱 另外还有一个一方面就是 无论你在什么年龄 你要这个你用到它这个long-term care 就是长期库里这方面的费用呢 它都是可以在里面向你要的 在65岁之后呢 要看你的收入跟资产 如果你的资产 你自住的那个房子 就是不算你的资产 不过你如果你是申请得到用这个白卡的话呢 它会可能有一个lien 就是你的那个责任呢 它会放在你这个房子挂钩 当你的房子要过库了 要赚你的名字的时候了 它要你先清这一个债务才可以完成的 所以大家就要小心了 要明白 你要做好一个计划了 如果你是要怎么很多人呢 都是要 它是把这个 如果你是没有这个资产的话呢 你是可以想用这个福利 这个福利是为你没有资产 就是负担不起来设计的这个医疗福利 非常的好 如果你有的话 你就要考虑一下这一个recovery 收复了 遗产收复计划了 基本上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了 希望大家喜欢我这个频道 点赞和订阅和分享 谢谢大家